彭博社周五报道 富国银行发言人发表声明 要求员工在设备上删除抖音应用程序 审明说 富国银行少数员工 在公司设备上安装了TikTok 出于对TikTok个人隐私方面的顾虑 以及安全控制惯例 和公司拥有的设备必须用于公司业务 我们要求相关员工 从其设备上删除该应用程序 富国银行是美国四大银行之一 有数十万员工 2019年的统计显示 富国银行全职员工近26万 而美国是抖音的第三大市场 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TikTok在印度被禁用后 周五印度快报刊文表示 当晚脸书旗下社交软件Instagram 新推出的Rails视图功能 正式在印度启用 取代TikTok短视频功能 该功能也已在巴西 德国 法国进行式运营 同一天 亚马逊发出邮件 要求员工从手机中删除TikTok软件 但约五小时后 亚马逊更正说 邮件是互发 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 周五发推文幽默地说 怎么回事 难道习近平给贝佐斯打电话了吗 亚马逊紧急收回邮件 再次让TikTok安全隐患问题成为焦点 TikTok是中国抖音海外版 母公司是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去年1月 由美国智库警告 抖音可能被中共利用 收集用户数据资料 此外 抖音还涉嫌配合中共当局 进行自我言论审查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